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忠玉 美国跟俄罗斯6月22号 在维也纳举行了县武谈判 他们讨论新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 明年2021年2月到期之后的续约问题 而这个条约是为了要减少 美国跟俄罗斯的毁灭性核子武器 以免发生核灾 美国有另外一个想法 他们认为 中国持续的在扩大他们的核武库 所以应该也要一起被限制 所以川普多次强调 要中国来参加三方谈判 加入限制发展的阵容 但是中国拒绝 在6月22号这场线武谈判当中 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正式 很严肃的国际会谈 但是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美国的谈判代表就是他 这个比林斯利亚 在画面左下角 他在这个推特上面 PO出了这张图 而这张谈判当天的照片里面就可以发现 有一张插满了五星级的谈判桌 还有空荡荡的座位 意思就是说 美国有留位子给中国 但是中国不来 而比林斯利亚嘲讽的说 维亚纳谈判就要开始了 中国却没有出现 他们依旧躲在秘密长城后面 计划扩张核武 但是中国早在半个多月前就明确的表示 不会参加这场会议 所以面对美国的嘲讽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长 傅聪也开窍回马 直接在比利斯利亚的推文下面留言 直呼美国是在自曝下限 这个举动实在是太low了 他说你还能够有多low呢 有多低级呢 目前世界上大规模的杀伤器武器 大多是集中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存量 因此一直以来的谈判 都是以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来谈 但是川普认为 中国的核发展极起直追 对世界产生威胁 当然也对美国产生威胁 所以他这一次力邀中国来参加 6月22号的这场限武谈判 美国知道中国不会乖乖的听话 所以找上了俄罗斯 希望俄罗斯能够劝中国 一起来参加这场谈判 但是就美国的立场来讲 其实他也很微妙 他希望业国能够说服大陆 一起来加入限制核武发展的合约当中 就美国的立场来讲 虽然他力邀中国来参加限武谈判 可是连川普自己都不是很确定 是不是要跟俄罗斯 继续来签这份核武协议 川普有几个犹豫的点 第一个他担心 如果继续签 那可能会让北京置身事外 那中国的核武库 可能会扩充两倍 再者 有一些美国的军方人士甚至怀疑 川普其实不是很想要续约 所以因为他想要扩充核武 这一次才要找中国来加入谈判 那有一个民意哦 如果中国你不加入谈判 川普就有理由不续约 说你中国不限制核武发展 那我也不要 这样可能就会达到川普的目的 而据俄罗斯部分呢 俄罗斯的副外长直接了当的说 美国坚持要纳入中国的这个立场 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因为人家中国老早就很清楚的表态 参加核武谈判的时机还没有到 那你美国这样死缠烂打 讲不听 岂不是让自己难看吗 俄罗斯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目标 就是追求他们跟美国之间 要形成一个能够左右世界的双边伙伴关系 那么双方就能够主宰世界 美国一直指责俄罗斯说 你们违反了国际条约 违反了国际义务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俄罗斯他只要保持他在核武的领先地位 再让中国去牵制美国 对于俄罗斯来讲 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而至于中国呢 多次表明立场 不会来参加你们这场游戏 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因为中国的核力量 跟你们俄罗斯跟美国 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 我们要去打拳击或者是举重 谁能够一起比赛呢 当然是体重相当的 或者是有一些的条件 是代表你们这些比赛的人 条件是比较一样的 才能够一起比赛嘛 那我现在中国跟俄罗斯跟美国 在核发展核武器的数量上 根本跟你们差好大好大一截 所以中国参加你们和这种谈判的时机 太远了 根本还没有成熟 那你们这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 当然有责任要先来 拆解核武器 所以你美国应该要积极的先回应俄罗斯 看看你们讨论一下 要怎么样来削减这些战略武器 然后再进一步的来为其他的核武器国家 参加多边谈判来创造一个条件 好简单来说 就是中国跟美国 好跟俄罗斯之间 核武数量差太多了啦 你美国有本事就自己先大幅的减少数量 等你的数量跟我中国的数量一样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维也纳举行的这场线武谈判 当然就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来参加了 但是美国的谈判代表 美军备制管制的特使 比林斯利亚 就是他 他到现场一看 发现 什么 我们不是有邀请中国吗 中国还真的没有来呢 一怒之下 他就在推特上面 po出了一张挂着 这个五星期空椅的照片 就是现场 这个排列 这里坐美国 这里坐俄罗斯 他们留了一排的位置给中国 那中国当然没有去参加 因为他们早就说 他们不会参加了 所以中国的那一排椅子是空着的 而在中国空着椅子的前面的桌子上 因为各国谈判 当然都要放上各国的国旗 所以桌子上就摆着中国的国旗 然后摆着中国的五星期的国旗 然后看到这个空椅子 所以他就指控中国 你们没有来 你们根本就是躲在秘密的长权后面 继续来发展你们的核子武器 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马上出面回应 说中国已经多次表明反对你们这种谈判的立场 但是美国却试图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眼球 根本不严肃也不专业 所以建议你们美方停止这种无聊的把戏 你们赶快跟俄罗斯讨论一下 认真一点不要来管我们中国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赵立坚说你们美国摆在谈判桌上的那些中国国旗的图案 根本就是有明显的错误 中国的国旗展开是横的 不是像你们会议桌上面是那种垂直的样式 所以主办单位显然对于这些细节不够重视 赵立坚说希望美国你们能够做好家庭作业 加强自身文化修养 不要一笑大方被人笑掉大牙 而大陆外交部的军控司长 傅从他更是直接在这个比林斯利亚的推特下面 回应他说 没有经过中国的同意 你硬摆上我方的国旗 你到底还能够有多low啊 到底有多低级你们做出这样的行为 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签署的一项条约 目的就是要两个国家都裁减战略武器 而这个条约呢 是欧巴马来签订的 2010年4月8号的时候呢 这个欧巴马和俄国当时的总统 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签署了这项合约 因为当时从二战时期 美国还有那个时候的苏联 因为是冷战时期 那进入了一个 这个冷战时期的状态当中 各国都自己在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可是这个核武器发展发展着 越来越多的军备都属于 这种毁灭性的武器 对于世界和平来讲 当然是一大杀伤力 所以那个时候 欧巴马就曾经公开承诺 我们为了世界和平 我们现在互相要双方控制一下了 因为美国跟俄罗斯之间 是那时候全球握有最多核武器 就是毁灭性武器的国家 所以我们两个国家先来谈好了 欧巴马公开承诺 说美国将要朝向零核武 这样的目标来迈进 那零核武呢 那就表示说 你要把你手上的核武器都消灭吗 而这个条约呢 有效的期限是十年 期满之后可以延期五年 那在明年2021年 2月就要正式到期了 所以现在俄罗斯跟美国在开会 就是在讨论 明年到期之后 到底要不要再展延五年 而主要这个条约的内容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部署的核弹头的数量 不能超过1550枚 他们有定出一个数量 或者是已经部署的洲际弹道飞弹 还有潜射弹道飞弹 不能超过700枚等等 但是从2009年公开承诺 2010年签约 一直到明年要到期了 您看看签约之后 其实美国跟俄罗斯都还没有做到 要达到零核五这样子的目标 目前为止 这个核弹头数最多的是俄罗斯 大约有6370枚 刚才我们不是说吗 在这个条约当中 他们希望把核弹头的数量 降到1000多枚 但是没想到 两个国家越发展越多 像是美国 美国现在大约也有 5800枚的核弹数 所以看到了这两个国家签约之后 其实并没有真正实际的 来实现这样子的承诺 那这一次美俄在会谈之后 其实也没有明确的结论 只有达成一个简单的共识 就是说等到疫情烧战之后 我们再面对面的来谈 但是美方还是再次的重申 中国正在私下发展秘密军武 看得出来 川普的矛头还是指向了中国 那中国真的像美国说的那样 正在秘密的发展核武吗 根据日本长期大学的调查 截至今年6月为止 全球总共有9个国家 都拥有核弹头 总数大约是13410枚 这个核弹数的数量 其实非常非常的惊人 虽然这个核弹头的数量 已经比前一年减少了 但是目前为止 从这个绝对的数字来看 对于全球的威胁性 还是相当相当大 那有哪9个国家都拥有核弹头呢 我们如果有以他们拥有的数量 来进行排名的话 第一名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手上 还握有6000多名的核弹头 而后面的这个数字呢 是他们减少的数量了 所以俄罗斯虽然有在进行减少 但是减少的幅度 让它还是位居全球排行的第一名 第二名是谁呢 美国 它现在拥有的核弹头的数量 达到了5800名 虽然也是减少 但是您看看俄罗斯跟美国 为什么呢 刚开始的条约是由他们两个先来谈 因为他们两个拥有的核弹头 还有拥有的毁灭性武器 真的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而第三名排名就是中国 现在核弹头的数量多少 320枚 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直在强调的 说你们美国跟俄罗斯拥有的毁灭性武器 跟中国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 我们只是轻量级 你们根本就是重量级 超超重量级 那等你们减少到跟我们 中国法国英国同样的核弹数量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是不是比较有意义呢 你现在要把我拉入你们的对谈当中 其实完全只是针对冲着中国而来 所以除了前三名 俄罗斯美国跟中国之外 第四名法国 第五名英国 再来就是巴基斯坦 印度 以色列 以及北韩 这九个国家 就是现在全世界拥有核弹头的九个国家 那虽然现在这个全世界的核弹数量 其实比前年减少了 但是科学家也警告 世界末日快要到了 世纪末日之中 距离世界被毁灭只剩下一百秒 十年前还剩下六分钟 而现在只剩下了一百秒 这个末日时钟 它是一个虚拟的中面 它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时钟 大家在那里看 而是它是一个虚拟的时钟 那它这个虚拟时钟呢 标示的就是世界距离毁灭的距离 它会根据世界局势 还有爆发核战的可能而变动 那一旦到这个午夜临时的时候 就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 那这个末日时钟呢 它是由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杂志 在1947年设立的 那每年的1月 他们都会进行一次评估 那杂志社会因应世界局势 把这个纷争往12点 拨近一点点 或者是拨远一点点 借此来提醒各界 要正视世界末日这样的问题 那看得出来 核弹头大家在发展 那当然对于所谓世界末日想象中来讲 当然是比较有威胁性的 所以现在影响这个末日中波动的主要因素 就是核战争 还有全球暖化 最近一次调整的是在2020年的1月23号 就是在今年1月初这个末日中被拨近 比靠近这个紫夜20秒了 所以距离紫夜只剩下了100秒 而这也是这个末日时钟设立以来 哇 最靠近午夜临时的一次 科学家说 如果你们美国俄国的线武条约 没有结果 明年2月这个条约失效 那么不止美国俄罗斯各国都将会扩大增产的武器 那距离世界被毁灭的时间将会越来越近 为什么要控制各国核武的发展呢 如果动不动就拿核武来开战 这对全世界来讲一定是一大伤害 而且不止俄罗斯 不止美国中国 现在连北韩也扬言 他们要用核武来炸掉美国 北韩的驻俄罗斯莫斯科大使馆 发表了一篇报告说 如果现在朝鲜报导开启了新战事 美国肯定会被北韩用核武炸得粉身碎骨 因为北韩拥有战略武器 拥有核武 现在只要任何力量敢威胁我们 我们一定会出兵讨伐 绝对不会宽带 他怒轰美国 怒轰南韩 怒轰其他的周边国家 你们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军事活动 就是想要把美军的力量 从美国本土扩及到朝鲜半岛来 要打击我们北韩 但是北韩才不会让美国得逞 因为现在北韩拥有核武 只要地球上任何一方胆敢威胁 北韩一定会出兵讨伐 所以你们现在如果看到朝鲜半岛开启了一个新战事 那一定就是美国引起的 美国一定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所以记得吗 前几天这个金宇正就是金正恩的妹妹 在挑起两韩之间 不管是炸了联合使馆也好 或者是封闭两韩之间的联系也好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南韩背后的老大 记得吗金宇正曾经讲过这句话 那个时候大家还在想说 这不是你跟南韩之间的事情吗 那你说南韩后面的老大指的就是谁呢 答案可能就是直指美国 因为他认为美国透过了南韩 透过了其他的国家 要来消灭北韩 那美国这几天的确从卫星当中 侦测到北韩的新普造船厂 发现了一个小型的潜艇 疑似有这样的现象 那出现了在这个北韩潜艇的制造基地 有出现了16公尺长的物体 外界研判 这可能就是拿来测试 新型潜射飞弹的小型潜水艇 所以您认为北韩真的会用核武炸碎美国吗 您认为美国把中国的国旗 放在现武谈判会议桌上的这个举动 真的很low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留言在影片下方 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按赞 分享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